主席主委同仁,在座主委官员,大家午安,可不可以请姜院长? 姜院长 姜院长午安,您可不可以请看一下这边的两个图啊? 您认识这两个图的所在位置吗? 委员上面那个图看起来有一点像钓鱼台,但是我不确定,因为这角度的关系 角度关系,左边是钓鱼台还是什么? 右边呢? 右边我就不知道了 不晓得 本席啊,上周去韩国参加普警会大统领的就职典礼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对他们的主权的重视 右边就是所谓的独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主岛,上面有很多的争议的地方 那我想请问一下姜院长,你对于钓鱼台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一个担当的政府,一个担当的政府,如何来处理钓鱼台问题? 向委员报告,钓鱼台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 那么现在我们在整个包括钓鱼台在内的东海区域,那马总统的政策非常的清楚 就是主权在我,但我们可以搁置争议 那我们希望跟其他国家共同开花,来创造参赢的一些获益 比如说包括这个渔场等等,这就是我们现在对钓鱼台的主张 根据我们的统计,外交部的网站的统计,在新闻的发布上面 东海和平倡议的这个部分,做了各种语言的版本,还有感谢,欢迎,呼吁等等这些新闻稿 总共14篇,占全部新闻稿的53% 但是对于具体事件的回应,针对日本国会议员跟地方议员的这些登稿事件 我们做了一些具体回应,总共只有三篇 根据我们另外的统计,外交部的声明,对于南海珠群岛的问题 我们做了四次声明,但是对于日本有关钓鱼台的这个登岛问题 以及我们的东海和平倡议,我们做了两次声明 然而最近,日本跟中国大陆,他们不断在钓鱼台 产生一些挑衅的事件,我没有看到我们政府的任何的严正的声明 为什么?我想声明的部分是不是请外交部说明他们办理的情形 对不起,不行,我要请院长 好,原因是根据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写得非常的清楚 第22条规定 有关的口头质询,应由行政院长或质询委员指定之有关部会首长答复 本席不同意,由部会首长答复 我了解,委员如果不希望由外交部长来回答 那么一定要行政院长来回答外交部究竟在哪一天发了什么新闻稿,写了什么东西 那么我在这边告诉委员 我没有讲新闻稿,我讲的是你的基本的态度 当中国跟日本在不断在钓鱼台事件发生挑衅的事件的时候 我中华民国的立场是什么 您教一个,作为政治学者,我相信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 我刚刚在1904年 我刚刚跟委员所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主权在我 好,我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1904年,日二战争到1905年,请问在哪里打仗? 大陆的东山省,东北 在我们中国的东北 结果在我们的东北打仗,而清廷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介入 清廷表达中立 同样的今天,钓鱼台既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主权在我 日本跟中国大陆,在我们的钓鱼台上挑衅 请问,你是中立还是怎么样? 我们当然不是表示中立 那你有做过任何的回应吗? 任何在钓鱼台所发生的事情 就我印象所及 我们每一次都有发表声明 呼吁,当方要克制 并且重申我们对此区域的主权 最近连续发生的中国大陆跟日本 在海间船也好,在飞机上面 做各式各样的彼此挑衅工作 我没有看到我中华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 难道我们把宣布钓鱼台是我们的一个中立立场吗? 向委员报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在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外交部有没有发表严正声明 这一点我真的不是每天都在注意 但是我提醒您 我今天为什么不请外交部长跟我们的海巡署 是要告诉您 作为一个行政院的院长 我们作为立法委员监督政府 提醒政府注意 提醒您注意 去告诉这些单位 如果没有,就应该要改进 如果有,那就是本席观察错误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 在1914年 当德国人要入侵法国的时候 借到比利时 亚伯特一世 比利时国王 亚伯特一世在比利时中立国 但是只有六个师的部队 奋力抵抗 换句话说,今天国力虽弱 但是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的时候 是绝不容质疑的 这是为什么亲民党团 在上一个会期 主动的代表了三港 我们的所有党团 共同以立法院的名义 宣誓钓鱼台主权在我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行政部门 不要变成一个清廷 我们读历史 激激烈烈血斑 今天为什么要革命 1905年日二战争结束后 六年中华民国成立了 就是看到清廷的腐败 所以我在这里 也郑重地呼吁 我们的行政院 国家领土主权 是本习第一个题的问题 是希望您要随时提醒你们注意 看一看这个图 它的背景是什么 是日是我们的这个 韩国的国会副议长办公室 挂的一个大幅图 永远不忘 独岛是他们的主权 同样的 我也希望你行政院长的办公室也好 我们的外交部长的办公室也好 都应该挂上我们的钓鱼台 是永远要宣誓 是我们的主权的地方 我办公室里面挂的是台湾全图 那么钓鱼台呢 当然也是我们政府 关心的一部分 我希望你就是 牵涉到调理台主权争议的事情 我会要求外交部 海巡署 绝对要坚持立场 好 我希望你真的是做到这一点 我们会继续监督 好 第二点 请问 您认为 我们的投票年龄 要几岁 算是合理 我觉得我们现行的规定 有18岁的义务 18岁就有服兵役的义务 18岁就要负担完全的法律责任 现在贵党又要提出所谓的公民投票 结果我们今天18岁的这些年轻人 19岁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投票权 您难道不认同 我们应该修改宪法 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具有投票的权力 这个问题 在我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 就有好几位委员 尤其是丁守中委员 一再提起 就在这个场所 那么当时他关心的就是投票权 我们也去因此做了民意的调查 跟邀请 跟这个投票的权益有关的学者专家 来举行座谈 那么当然各种意见都有 有的人就如同委员所讲的 那位说别的国家大部分都已经降到 18岁 台湾应该可以降到18岁 那另外有些人呢 只是认为说 我们20岁这个标准 虽然现在国家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都觉得还蛮习惯 也很满意 我们去做的民调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有七成以上 是主张维持现在20岁 我们具体的去问说 要不要降到18岁 结果得到的反应 并不是很正面 所以这个案子 后来经过这些研究跟讨论之后 暂时就搁置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情 我们整个国人的态度有所改变 那就会牵涉到委员 刚刚所讲的 我们必须修宪 我们要不要为投票年龄 这件事情单独来修宪 还是说 要连同其他更重要的修宪议题 再一起来提出 那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 值得考虑而已 但是我跟你提醒您 如果你对18岁19岁的我们的年轻人 或者是17岁的年轻人 问他们 如果他们18岁可以具有公民的投票权 在他们的法律的各种责任义务之下 他们有投票权的时候 他们愿不愿意 我相信你的答案 应该是绝大多数肯定 我相信我们去问15岁的你愿不愿意投票权 答你一样也是肯定的 你今天问70岁的 问我50岁的 我为什么要让他同意呢 所以这个东西啊 没有急迫性 对我70岁 对我50岁的人没有急迫性 你的这个sample本身 是有问题的 你叫多数人 无相关的人 去做这样的投票 做这样的民意调查是没有意义的 行政部门并不是说一成不变 否则的话 我当时不会去劳师动作 要求学者专家来讨论 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因为他涉及到修宪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就当我们真的准备好 甚至联同其他的重要的一些法案 一起来修 公投你都愿意啦 公投不涉及到修宪 公投是不是这么大的规模 是不是全国性的规模 公投不涉及修宪 我说公投你愿不愿意 我相信今天在立法院 如果国民党不阻挡的话 我们提出18岁可以具有公民投票权 这样子的一个修宪案 应该会获得全国人民的肯定感 但是如果今天国民党党的话 对不起我们连程序委员会都出不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定位 本身自己把他自己怎么界定你的历史定位 我再提醒包工 我们大家知道的包工 他做了三十余年的政府管理 没有人他知道他做什么 只知道他做开封服饮 但是开封服饮 也不过就区区他三十年公职生涯里面的一年三个月 要做大事不是做大官 今天你有幸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这是一个大官 但是我们希望你做的是大事 给你这个职位 给你这个权利 你要对人民去负责 你就应该为人民去寻找权利 我再想下一个问题 谢谢委员 请问你你知不支持原住民应该有自治权 向委员报告 我们对于什么才叫做自治 我跟孙主委有非常多的讨论 如果您讲的是最近的县市改制 导致原来原住民选举相长这件事情的变化的话 那么我们正在讨论 是不是有可能修改地方制度法把它恢复 但这个需要一段演绎的过程 现在还没有办法给您明确的一个说法 那如果说是除了选举相长之外的其他自治事项 那这在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原住民自治法里面 正在讨论他们的奋纪应该是到哪里 如何让我们的原住民有文化上的习俗上面的自主权 但是又不会去割裂到现有的 乡镇市或甚至县市的一些行政权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处理的 让原住民有充分的自治权 我们绝对支持 但是至少不能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改变你的地方制度的时候 你剥夺了原住民应该有的自治权力 六都的改制是阁下在任内的时候所做的伟大的攻击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出现了原住民的权力 不管是他的所谓的所谓的自治权力也好 或者他的福利也好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剥削 不要忘掉了 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规定 国家因应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民族之地位与政治参与 所以我们修改我们自己的制度的时候 绝对不要做对原住民的任何的自治权力做伤害 今天六都的乡民 他们不仅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代表 他们的代表人数反而减少 而且我们在看到了桃园茂林跟那马下乡 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连他们基本的建设清费 也因为地方政府的需要而减少了77%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同样道理今天一旦桃园县变成了增格为桃园市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复兴乡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提醒 如果基于地方自治的执政者的需要 他很容易把相对没有票的人 他的权力给剥夺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全力支持 要原住民的自治权力能够恢复 亲民党团在上一个会期不断的提案 呼吁行政院要注意原住民的自治权力 但是很遗憾的被国民党团全盘否决 包含了你们今天也有国民党的立委 要提原住民自治法的修改 但是在有关呼吁这件事情上面 都投了细全票 可见国民党团在原住民的自治问题上面 虽然他们表象上想要支持 但也受制于行政部门的压力 那个时候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所以我希望作为行政院长的您 能够重视原住民自治的权力 我会重视原住民自治的这一个重要的课题 谢谢 我就提醒您 因为我知道在短期内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结论 李委员今天是第一次咨询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对我们新的 这个那个团队的期许 在下面请问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大家关切的问题 十二年国教 你按同不同意十二年国教 按现行的规划来进行推动 报告委员 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因为您讲的是说按现行规划 那么我只能讲说 十二年国教这个大的政策方向 在两年前就由总统拍板定案 但是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有一些修改 一直到去年 我都还亲自跟教育部长讨论 哪一些地方要注意 那么今年呢 尤其是三月份 我们即将会有一些模拟的东西要出来 只要碰到外界 对于十二年国教有所疑虑的地方 我们就要马上去加以思考跟反省 该改的地方会改 我提醒您 本席对于教育的重视 特别从财政委员会调入 调到教育委员会 就是要对教育问题予以重视 非常感谢我 我想请问一下 你知道今天市面上 已经开始做披萨的补习了吗 我有听说 有听说 你知不知道中投地区 要把这个升高中的志愿 从十五个把它提升到五十个 这个部分我倒是没想到 您知不知道高雄的 所谓的今天基于地方自治十二年国教呢 他们采取的是对应学校的制度 您了解什么叫做对应学校吗 好 对不起 我刚刚讲过 根据立法院资讯 我不会要求你细节回答 我只是提醒您 你可以看得到每一个地方 都有它特别的安排 但是每一个地方 也都有它特殊的问题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的国中的学生 深入高中高职 他们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需要十二年国教的新的入学方法 去改善吗 请问你创造的编辑成本 跟编辑的效益之间的关系 谁大谁小 还是一样呢 我再请问您下一页 我们的中央政府本身行政部门准备充足了吗 十二年国教的法律完成了吗 我再请问你十二年国教的特纲完成了吗 但是十二年国教却造成所有的中青年的父母亲们 每一个人人心惶惶 我再请问 请你看一下一眼 我们的社会反应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社会反应的话 从十二 我们单单从去年的六月开始 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对你们有反弹 一直到最近 连我们的中研院 都开始担心我们的十二年国教 对于我们的既职体系的冲刑 我再请看下面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全部讲完 我们可以再教完的委员会 我们再讲完 我要提醒我们的院长注意这个问题 再请问你看看 今天把我们的高职教育做了什么样的改善 你把高职已经变成了 全部是一个所谓升大学的一个先修班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高职本身的学生 他本身有很多也会要出现转业的问题 所以整个的问题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十二年国教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 只是一个中等教育而已啊 它是一个从中等教育开始要衔接我们青年社会化 专业化让他进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跳板 你在这边的分流工作没有做好 你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降低 所以我想请我们的院长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一你十二年国教里面的基本的概念一部分是希望能够大家有个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在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些免学费的政策 这个是有助于弱势家庭的 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在支持 可是在于入学的方式本身 你必须要仔细评估 不要给这些所谓创造性的思维 但是破坏性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安排 导致了社会人心惶惶 但是最后一点 十二年国教已经开始涉及到我们的分流 在这个分流里面学用落差的问题 你也必须要注意 我们还没有谈更多问题 后续我们也做过推估 如果你今天这边不做好 后续我们大学教育这边的退场机制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这边呢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行政院的新任的院长 对于十二年国教 不要只是单纯的听我们行政部门的意见 多听听我们社会大众的意见 不知道可不可以 向委员报告 我自己虽然最近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在谈年金制度改革 跟所谓的合司公投 但其实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我花最多心力在关注的就是十二年国教 那么十二年国教 我们当然也不是只有听从教育部 或者是他们的研究机构的声音 我们一直不断的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有机会的我通常都还会亲自 在跟他们见面或通电话 我们知道国人之中有许多人对于十二年国教 仍然有些疑虑 有的可能是因为不了解 有的是了解 但是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对于这些声音我们都很尊重 我自己也从来不认为 或者说不敢说十二年国教是完全正确 完全完美的 但是我们到此一个开放的态度 他是在两年前已经定案的东西 委员刚刚所讲的这一些主张 如果说任何一项去把它真的做一个逆转 我们要很负责任的回答说该怎么办 以及逆转之后 请问要怎么样来衔接跟收拾 所以作为一个最高行政首长 我必须是在用非常负责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我们已经存在的这些重大的制度 那么这些制度我要求蒋部长 务必让他能够顺利的推动 对于有疑虑的部分 能够解决的 一定要解决 那么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讲这些细节 但是如果说委员对于十二年国教 个别的一些疑问 能够让我们来回答的地方 我会非常乐意 再跟委员用书面的方式来回答你 教育是百年素人的事情 我同意你 教育的问题要非常的慎重 但是同样的 不能因为承诺而莽撞 今天你十二年国教的制度设计 居然还说要有关入学的方式 要三年一休 刚刚连一个披萨就有这么多学生 要开始面临考试了 开始补习了 你三年一休 今天做一个不是有就好 不是先有就好 现在问题是 现在的制度有什么不好 现在的制度的不好 是不是 我想 我们确实也不能讲说 现在的制度都没有什么不好 我知道 我说你要问自己的是 现在的制度有什么不好 而要靠新的入学的方法来解决它 现在的十二年国 现在的这个中级教育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改善它 而不是全面的推翻它 我必须提醒您 也不是全面推翻 我今天你做的这个结果 我今天你做的这个结果 我今天知道 你做的这个结果 我告诉您 就是单单就入学的方式 叫做全面的推翻 但是我这边在执行 我很快讲一两句好吗 就是入学方式 对不起 我们今年有六十五分分 是免试入学了 对不起 行扣子时间 我不想再跟任何的部长 在这边多谈 我们在委员会谈 那么我再请问您 日元 这四个月来贬值了百分之十七点八 请问他对台湾的经济 我们的行政院有做任何的评估吗 我们会是否会加入同样的汇率战争 还是有其他因应措施 这件事情 从一个多月前 我们中央银行跟金管会 就密切的在注意 当然对台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是我们央行彭总裁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们不会轻率的所谓加入汇率的战争 但是我们大概几乎每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彭总裁就会给我一份报告 你有一个想法吗 安倍他不是中央银行总裁 安倍晋三不是中央银行总裁 但他可以定出一个大的战略方针 今天我们很遗憾的 我必须在这里说 行政院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给摧毁了 这一点我完全不能同意 按照行政院的组织法 已经没有独立机关叫做中央银行了 这个是他的本 他已经今天我如果是行政 今天如果我是中央银行总裁 我不会参加行政院委员会 我会请我的副总裁去 不是这样看的 我告诉您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说今天中央银行是独立机关的话 中央银行今天就不是总裁制了 就会变成是委员会制 就像我们的NCC 你把我们的金管会是本席精心设计的独立机关 也被摧毁了 也被摧毁了 也不管了 我这个我们不多谈 我们今天谈 之所以我们不谈行政院组织 我们不谈行政院组织 也是经过讨论 因为四年前 我们今天不谈行政院组织 对不起 因为一年前当陈重院长来的时候 我们在清明党的党部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看下一言 这是这四个月来 我们把日元跟新台币的走势 指数化以后的一个表现 到最近你可以看得到 日元贬值了17.8% 新台币贬值了2.2%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行政部门 不管是中央银行也好 是我们的金建会也好 或者甚至其他相关的政府 及财经部门也好 他们都应该做出必要的评估 包括我们的经济部 我没有到看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评估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任何态度 作为一个政治的领导人 行政院的领导人 您要达出你的见解跟主张 让人民来追随你 下面一页 虽然立法院的研究费 立法委员研究费已经被砍了10万元 我们已经没有研究费了 我正好拿我过去的旧的资料库 来进行模拟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呢 使用G-type模拟方式 来估计日元贬值 对我中华民国的经济成长的影响 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如果新台币贬值3% 也就是现在大概30块左右 在30块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相对于日元贬值15% 现在是17.8% 约略这个17.8%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可以相对的 在GDP的成长上面是相对稳定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 让新台币贬值5% 物价这个问题 就开始面对压力 但是我们的选择 是你作为行政院长的选择 如果你愿意这样贬的话 当即使是日元贬了20% 我们仍然有0.92%的经济成长 我希望的是什么 这不是我一个办公室的 这个一个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做这件事情 中华民国这么庞大的财经部门 财经专家这么多 资源这么多 预算比我多 你们也应该要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统计 跟社会说明 所以这点我不需要说明 我只是希望您将来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郑重的对外宣誓的时候 你行政院应该要有一个态度 安倍何以 江仪化院长也应该如此 好 我们再请看下一页 有关利息27万所得税的 这个综合所得税的 这个所谓的减免 请问它相当于多少存款 这要看怎么算了 按照利息一年期定存 是 现在相当于要2000万的存款 您知道 我们大概平均一户的存款 大概有多少吗 平均我不知道 根据本席的计算 约略200多万 那我们就估计用300万 所以亲民党主张 今天27万的利息所得特别扣除额 相当于给2000万的存款的存户都可以减免利息 这个呢 不符合社会争议 所以我们主张啊 可不可以把存款额 用300万元做一个基数 这300万元也刚好是我们在银行存款的存款保险总额 也是一个账户有300万的存款保险 所以用300万做一个基数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做审下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它可以替我们国家 审下了45亿的税市支出 也就是税收 所以就是给增加了我们相对的45亿的税收 这是我计算的 虽然财政部在它的税市支出表里面算是有200多亿 239亿 但是我们经过实际的数字的推算是45亿 第二个 它更符合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 马总统一直在追求公平正义 今天300万以上的边际税率高的人 他会因为要多交的税 他呢 平均大户 千万以上的大户 他要多交3万块钱的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第一所得的只有5%的人 他只要多交150万 150块 所以本息啊 希望这个可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综合所谓税率 这个储蓄扣除的修法 但是呢 目的何在 它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的财政部增加税收而已 它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教养人民 我们希望5岁以下的幼儿 一样有特别的免税额 等同于养老的部分 老人70岁以上 有42500 我们年轻人 5岁以下的儿童 也一样有这样子的免税额 学型教育 有特别扣除额 另外 教育特别扣除额 来鼓励我们 接受更好的教育 来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 最后一点 分析啊 也希望这个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行政 这个内政部啊 同意把自然人凭证 从27275块 降到250块 但是我们更希望 多卡合一 同时这些申请的费用呢 能够快速的减免 谢谢委员的一些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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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